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们通过天眼查发现 悠哉被某牙直播平台起诉告上法庭 开庭时间是5月8日 这条消息一经公布便引起轩然大波 悠哉可以说是祸从天降 相信这类直播平台告选手的事件 各位观众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直播平台告选手 违约金都能达到几千万水平 悠哉本身又是英雄联盟的顶流 和直播平台签约的金额肯定也是更高的 如果构成为约 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与此同时观众还发现 悠哉旗下的多家公司 也有大量资产被冻结 看起来应该和这次的起诉有关 站在观众的角度上 现在最想要知道的是 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 悠哉之前是从某牙平台 转到了某站的直播平台 同时付出职业赛场 观众以为三方已经达成一致 在当时没有发生纠纷 但在一年多的时间过后 某牙直播平台突然重拳出击 将UZ告上法庭 在没有开庭或给出宣判的时候 作为观众我们无法给出 关于这件事的准确判断 但从过往历史来看 选手和平台打官司 真的很少有能赢的 简单说一下站在观众视角 知道的关于UZ的一些直播合同的情况 LPR的很多职业选手 其实直播合同都不在自己手里 对应币算是一个例外情况 UZ方面 它的合同最开始是在RNG的 RNG和选手签合同方式特殊 和LPR的选手合约分开 且不同时到期 这就是RNG卡合同的一个基本原理 UZ第一次退役后 与RNG直播合同到期 RNG把合同卖到小巷 经济合约 继续在某牙直播 后来UZ想要付出 BLG拿到UZ的选手合同 同时想要让UZ和自家的直播平台签约 后来签约成功 在某牙直播平台直播的时候 UZ RNG和某牙 是否还存在一个第三方关系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关键点 还有就是某站直播平台 在签约UZ的时候 是否合规 UZ与前直播平台的那些 细枝末节的事情 各种合同细节 是否都已经处理妥当 现在来看 UZ到了新的直播平台 但之前的合同应该并未处理妥当 很可能构成了违约情况 UZ与新平台签约的时候 有可能忽略了这些 最后被告上法庭 结合UZ付出的一些细节 能够看出来一些东西 首先UZ在BLG大张旗鼓的付出 官方做了各种宣传 结果没有得到战队重视 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上场 整个春季赛打了几个小局 首发了一次 之后就结束了 场下拉扯方面 BLG当时一直想要UZ签约某站直播平台 拉扯很长一段时间后 UZ才完成签约 从这些线索来看 有一种比较可怕的猜测 就是UZ的付出想法与行动 被人狠狠利用了 有可能一头钻进了资本设计的陷阱之中 在电竞圈 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一些直播平台会设计出 带有隐藏细节的合同 谈判期间最小化违约风险 但在主播直播的时候 平台对其进行恶意压榨 拖欠工资或不给推荐之类的 逼迫主播主动跳槽到其他平台 然后对其进行起诉 平台是组织 是大资本 主播是个人 双方力量不均等 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 A直播平台与B直播平台 背后联手 设计陷阱 故意坑主播的情况 主播从A跳槽到B A将主播告上法庭 主播回A B再将主播告上法庭 这都是有可能的 只能说UZ为了一年前来那次付出 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大家都以为UZ的这次付出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殊不知 却是另外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